只要风一吹 经凡就在念经 蓝色蓝光 白色白光 红色红光 红色代表阿弥陀佛 白色代表毕如真那佛 蓝色代表阿处如来 所以黄色代表保身佛 绿色代表不空成就如来 这五个颜色也代表整个世界 念一下 地水火风空 红色代表火 然后白色代表虚空 蓝色代表水 就是把这个整个世界 都转化为佛的净土 就这个意思 所以 昨天也有送给很多居士 这个经凡 如果没有拿到 等一下有下课再发给各位 各位走到那里要转经凡 好不好 就像缅甸到处挂个 五色旗 有没有 缅甸到处都挂的五个颜色的 五色旗 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成佛啦 放出五色光 那代表五色旗的意思 所以这个上面也是五个颜色 然后呢 那进一步又把佛像 佛经 咒语都刻在上面 所以你喜欢读地藏经就刻印地藏经 你喜欢读钥匙经就放钥匙经 你喜欢念大悲咒就放大悲咒 然后给它挂在高一点 特别我们冬枝比较高 挂在上面风吹下雨 那这个风跟水就变成佛的加持 那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利益 所以刚刚我一进来 看到很多菩萨手上拿着转经盘 欢迎我 这最大的功德 各位在挥的时候 那些死掉的动物啊 鬼道啊 就得到超度啊 所以因为你念经啊 念不多 但是佛经说你只要转一遍 等于念了十亿遍的经典 重不重要啊 一部地藏经可以印在这上面喔 你要念十亿遍的地藏经很困难 但是你转一遍就十亿遍了 转第二遍 二十亿遍 三十亿遍 你转了五遍以后交给你孙子转一下 他等于念了五十亿遍的地藏经 所以转经盘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各位可以把这经盘做很多 药师经说 有人生病很严重快死了 你只要挂四十九面 这个人就可以长寿严命了 灌顶经说 家里有人往生死了 你希望帮他超度 挂一百零八面 一百零八面他就超度了 所以各位知道这个方法 买这个很便宜 现在这个印在布上很便宜啊 那你可以挂起来很好看 挂在寺庙 挂在高的地方 甚至他们故意用竹竿 做很高 然后再给它挂下来 一直飘 一直飘 我们冬至有很多很漂亮的地啊 山顶啊 甚至佛塔最高的地方挂绳子 然后所有的经盘挂下来 那这样以后呢 所有的经典 巴历文 汉文 汉文 藏文 英文的经典 都把它印在上面 他24小时都在念经 在帮助地 水 火 风 空 空代表有意识的众生 所有有情众生 也都可以得到空性 地 水 火 风都变成佛菩萨 武方佛的加持 所以我想在大乘佛教 那一般现在都挂在哪里 现在一般呢 比较客气 就挂在大雄宝殿啊 大雄宝殿把任言咒 大悲咒挂在那边 但是缅甸不需要这么做 为什么 缅甸佛教是自由的嘛 对不对 你可以挂在外面啊 因为以前 以前宗教比较不自由 只能在大殿里面有宗教歧视 宗教的旗帜 外面不能挂 然而在缅甸就没问题了 所以各位你开车的时候 把金凡挂在车上 人家就以为 哇 什么菩萨来了 因为你挂个金凡是代表佛嘛 这个一吹一吹 整条高速公路都超度了 不容易有车祸 所以那缅甸河流很多 因来湖 你在因来湖上面挂一个金凡 吹吹吹吹 因来湖里面所有的鱼 死掉以后乃至被抓了 都得到超度 所以阎罗王讲一句话 阎罗王说 只要有人挂金凡 永远不会来到我地狱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各位手上有没有 我们拿出来 金凡代表观音菩萨的舌头 然后一转代表观音菩萨的呼吸 太阳月亮变成观音菩萨的眼睛 然后只要他一动起来 然后百千万都在念经 那各位你在转的时候要想什么 要想的 地狱 恶鬼道 畜生道 整个缅甸 整个中国 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好不好 没有的等一下才发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念观音菩萨 因为金凡是观音法门 观音法门 各位如果你去浑木区 往生牌位 往生堂 你把金凡灰灰灰 那些往生的牌位 骨灰 他们就可以得到超度 相不相信 佛法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我会用 像各位现在 刚刚发给各位大水球咒 一定要带着 带着大水球咒 哪一天往生呢 一定上品上升西方极乐世界 带着大水球咒 可以帮助很多众生 消除他的业障 你带着大水球咒 等于整个身体变成金凡 整个身体变成佛 功德大不大 大乘佛教是为了帮助众生 你要把身体变成佛的身体 你要把声音变成佛的声音 好不好啊 你要把心变成佛的菩提心 这个叫大乘佛教 所以身上挂着佛像 嘴巴念阿弥陀佛 加上一个最重要的 念一下 慈悲心 对 你只要有慈悲心 嘴巴念佛 转经凡 挂着佛像 挂着咒语 你走到哪里 都叫什么 来 念一下 佛光普照 你走到哪里 就在利益众生 所以像我每天在地球跑来跑去 希望我下辈子有资格 跑到地域去绕一绕 跑到恶鬼道 因为 跑到地域 跑到恶鬼道 他们就可以得到超度 所以来 我们现在开始念观音菩萨 然后大家转好不好啊 然后上面的旗子也让它飘 来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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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观想哦 你站得很高 在非洲上面 在美国上面 你底下有地域 恶鬼道 所有动物 六道轮回 在缅甸的浑木区上面 大家转动金盘 观音菩萨放光念经 他们超度 生病的慢慢好起来了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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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会不会收起来 中间有一条线 穿进去 穿进去 然后再把它卷起来 卷起来 然后这个永远不会坏 会不会啊 老菩萨 老菩萨眼睛看不见了 卷起来 然后呢就放在皮包 好不好啊 以后走到哪里 不好意思拿出来 你就这样回就好了 因为他的经文一样放光啊 因为他的经文一样放光啊 帮助很多人 利益众生 所以以后各位 年纪大了 坐在轮椅上 没关系 继续在度众生 躺在床上 没关系 脚不会动 还有一个手啊 因为 慈悲 就可以得到佛陀的生命了 所以希望大家 保持慈悲心 好不好 不分年纪 不分大人小孩 你虽然是缅甸人 可能你是外国人 不会念经 但是你只要一转动经凡 你就在念经 你就是佛陀啊 佛陀在这个世间 最大的功德就是 讲经说法慈众 对不对 利益众生 所以 你有慈悲心 身体就变佛陀的身体 你的声音变佛陀的声音 只要你有慈悲心 但是慈悲心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 念一下 称恨心 所以各位不能恨人家 不能生气 观音菩萨会不会生气 不会 但是你一生气 慈悲心就没有了 所以呢 小乘佛教 缅甸的佛教 怕你有贪心 因为他要解脱 所以他晚上不能吃饭啊 小沙咪不能摸钱啊 脱脱不能够穿鞋子啊 对不对 因为他们 你有贪心就会来轮回 那大乘佛教 不一样 除了不能有贪心 但是大乘佛教要贪什么 念一下 贪功德 大乘佛教你就要每天做功德 这不是贪心 这是慈悲 为什么 因为你做功德 你才可以念一下 回向众生 如果你没有功德 没有办法帮助众生 所以大乘佛教呢 要我们天天做功德 做到这个这个功德 回向给众生 好不好啊 那是怕你什么 怕你生气 恨人 称恨 因为 念一下 一念称兴起 火烧功德灵 你一生气 你这辈子做了功德 没有啦 你一生气 没有啦 真的喔 很可怕喔 阿裕国王 阿裕国王 在这个人间盖了八万四千个佛塔 我们乌佛谷 新乌佛谷的 这个转轮圣王 他护持他 结果阿裕国王死 要死之前 旁边有一位 使者帮他挥扇子 因为天气热嘛 那时候在印度 结果不小心扇子敲到他的头啊 这个国王要死之前 蛤 你敲我的头 他生气 刚好那时候死掉 结果七天就下地狱 所以他死了以后 人家就问 乌佛谷 乌佛谷尊者说 哇 国师啊 我们阿裕国王现在投胎去哪里 他不回答 他不敢讲 他如果讲说国王下地狱啊 那整个印度就不信佛教了 所以乌佛谷尊者说 第八天 我才回答你们 他故意不回答 为什么 国王这七天下地狱啊 因为他一点点生气 一生要死之前一生气下去了 头七下地狱啊 到了第八天 他才有福报 再投胎 往生净土 所以在这一点这很重要 所以各位发个意愿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成佛 绝不生气 绝不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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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你不要生气啊 因为你生气 然后儿子也不好 你要记住喔 妈妈生气 儿子倒霉喔 记住喔 如果有人让佛陀生气 请问 那个人会不会很倒霉 你儿子让你生气 你还真生气了 儿子倒不倒霉 倒霉喔 这一点你要了解 并不是说我做妈妈可以随便生气 儿子倒霉喔 所以为了你儿子好 你不能生气 你一生气 这个儿子大不孝 大不孝他要堕落的 他没有福报的 所以佛经说 你布施了一百万美金 还不如让爸爸妈妈微笑微笑 说你孝顺功德最大 孝顺的功德是世间第一功德 所以为了如此做父母的 不能跟子女 不能跟媳妇生气 了解吗 所以因为这样他们才有福报 你慢慢的